金曲歌后 许佳寅17号出席影展活动 被选为这次影展大师的他 当然不免苏的被问到这题 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是常被问这一题 被问到我都觉得 我好像应该要尝试了 就是我觉得 演戏应该跟唱歌会是很 很不同的感觉 而且会学到不一样的东西 可是毕竟男友是导演 应该可以指导你一些 事情 可是 这个 他是拍MV啊 我怎么又自己 你走开啦 哎哟记得哥哥你得份 拉拉除了感情备受关注外 而近日他开直播唱歌充分 不过大家的专注力 都放在他的假髮上啦 我虽然有两年没有送过手 你们一定要会会你 大家来听听拉拉要解释啦 因为我以前会不敢直播 都是顾忌就是没有装法 或怕脸色看起来太苍白 或者是太邋遢 但现在觉得有假髮这个法宝之后呢 觉得以后都可以沿用 如果在心有装好的感觉率 或直播中的面膜 你说敷着面膜的同时直播吗 那可是 那那个要有人赞助我面膜 没有啦 因为让叉伤如果面膜干掉 掉下来会更糗 所以还是 我觉得还是比较好 因为希望大家还是把focus 放在听歌上面啦 因为我如果带面膜的话 大家就会一直 把注意力集中在面膜上 那也不是个好办法 怎么小记者觉得 面膜是个好主意啊 全娱乐想看浮面膜直播 台北报道 想获得更多独家娱乐资讯 欢迎关注优酷土豆娱乐 微信公众号 微博搜索优酷娱乐 全娱乐早八点 带他更多八卦萌料 还有超多明星周边 和全名福利的资源 据说长得好看的人 都在关注哟